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老王高超驾驶技术下 他们还是顺利登陆了这一幻无人鹰的神秘岛 不过老王的飞机却再也不能飞了 他们在岛上四处探索 在穿过一个溶洞后 看到了这样一个世外桃源 这里简直太美了 风景秀丽 鸟语花香 但这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里动物的体型和我们印象中的不一样 这里的蜜蜂比人还大 而大象就像个小猪仔 他们接着行走 来到了一个全市怪弹的地方 老王兴奋地站在弹上乱跳 却不知惹怒了怪弹的母亲 一只巨型蜥蜴 大蜥蜴一路追尧他们 就在为几关头 他们被截水赶来的老爷爷救下 原来这个老爷爷就是肖恩的爷爷 当初那个神秘密码就是他发出去的 后来他们来到了老爷爷的住处 可继父却发现这里的海水在不断增长 要不了多久 这个岛屿就会被淹没了 他们通过带来的藏宝图 才知道原来这里以前沉没了一艘潜艇 于是他们决定骑程去寻找 准备走的时候 却发现老王不见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逼翻两路 一路去寻找潜艇 一路去寻找老王 当他的女儿找到他的时候 才知道 原来老王危险发现了一座会碰金子的火山 他在山下发现一块巨大的金子 怎能搬不动 最后他在女儿的劝导下放弃了金块 这边金服他们两人 在水底终于找到了潜艇 但是这个潜艇似乎没电了 启动不了 这时正好一个巨大的电脉过来捕食他们 金服一想来得真好啊 最后他利用电脉的电 成功启动了潜艇 带着老王他们一起离开了这座无奇不有的神秘岛 经历过这些事情后 萧恩和老王的女儿在一起了 让人过上了没修没促的幸福生活 电影结束啦 看完视频如果你们刚好喜欢 请一定要关注哦 你们的关注